吃鬼話年編時間 來 又來到吃鬼話年編時間啦 想不想聽 過一下 我要仔細講 也是關於家裡遇到的故事 今天出現的人物關係有 吃媽 吃大姨 大舅舅 我媽媽的娘家在家印嘛 有些人知道 他們就是標準的北漂青年 在國中畢業之後呢 就來到台北念高中 工作 來台北住 這個是好笑的 不用擔心啦 我媽她就跟我大舅舅一起住 吃大姨也一起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來畫一下房子的構圖 房子在哪裡 當初叫台北縣 台北縣呢 我畫好了 這個是格局圖 當初我媽還是懵懵懂懂的 十六十七歲的高中生 通常呢吃媽會睡在這一間房間 吃大姨睡在這一間房間 然後吃媽因為隔天一早 五六點就要起來 搭個七零一公車去上學 身為高中生的我就是要早點睡 就很早就開始就起 然後怎麼會突然聽到 蹦蹦蹦 走廊有聲音 蹦蹦蹦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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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 吃媽 我媽在生氣的聲音 就去問在這邊的吃大姨說 哼哼哼 我們也早上一早早起床欸 你在吵什麼啦 吃大姨當時在房間看書 沒有啊我在看書啊 你們兩姐妹講話聲音蠻小的 吃媽跟吃大姨差五歲 所以這時候已經是可能大學生 二十二歲已經開始工作的年紀了 哼你幹什麼回去睡覺 吃媽回去睡覺 然後睡一睡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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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抓我 你們有過睡覺的時候被壓住卻洗不來嗎 有 就是俗稱的鬼壓床 雖然我是聽起來好像有點色 之後呢好幾天我媽都會先睡覺 走廊就會聽到有人在那邊走路 volunteers 不要好笑 好的 太恐怖了對不起 隔天就跟吃大姨說 就是不要在走廊上走路 我真的很吵我身為一個高中生 五六點我就要走到外面去等701公車 我這樣子上課我真的很累 還要搭很久的公車 師大姨就說沒有我就是房間裡面看書 沒事吵你幹嘛 再下一次吃媽睡覺的時候 又被一個男生壓到喘不過氣來 我媽又被鬼壓喘 跟吃大姨理論就說我睡覺很不舒服 我有感受到了 可是一些走廊一直有人在走路 赤大姨就是不相信 就是兩個人還吵起來 吵很多次 後來呢 赤媽也不在自己房間睡了 他就去跟赤大姨一起睡 然後赤媽先睡 那赤大姨就是在看書 就比較晚睡 結果沒想到 赤媽在睡覺的時候 又被鬼壓床了 他換房間對 他換房間對還是照押 對對對 換房間照押 醒了 然後赤大姨還是不理他 然後赤大姨還是不理他 之後你想太多了啦 你太累了 你公公真壓力太大 雖然沒有壓力很大 也是讀放流班 就住之間的房間 有一天呢 就問說 啊你們兩個 半夜不睡覺在廚房 平平蓬蓬在幹嘛 好胖欸 然後赤大姨就說 沒有啊我們兩個就睡覺了啦 然後半夜誰起來在那邊幹嘛 後來兩姐妹就很生氣啊 就是我們就在睡覺 誤會我們 對啊誤會我們 喜氣方康的 半夜在廚房裡面 平平蓬蓬 煮菜嗎 怎麼可能 沒有啦 去廚房炒飯 對啊 煩欸 他超煩 叫緊他把他抓到 赤媽是三姐妹 吃大姨是吃表妹的媽媽 吃媽是最小的小阿姨 中間還有一個是吃餓阿姨 也就是之前我有顧過的 蛇蛇跟幼幼的阿嬤 吃餓阿姨呢 有一天呢就從南部來到台北 那我來跟你們一起睡好 借住一晚睡覺 可能就住了這間房間 結果吃餓阿姨 睡完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連招呼都沒打 就跑回南部 後來呢 當初大舅媽 問了她的娘家說 欸我們家裡怎麼會 半夜的時候聽到廚房有聲音 我們的小姑吃嗎 又說走廊一直有 走來回一直在走路 碰碰碰 好高好巨大 然後還會被鬼壓床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後來親家母就說 給吉祝沒有拜 然後拜一拜就沒事了 之後呢 這間房子給小舅住 當初吃媽跟吃大姨 不是一直吵架 吃大姨是不相信吃媽說的話嗎 後來給小舅住之後呢 每逢清明姐的時候 吃大姨都會去那邊 砸水 撒米 當初不相信的吃大姨 每年清明姐都會去幫忙 第七主席是土地神的部下 因為她後來有混怒 中國道教的習俗 是跟造神信仰 土地神信仰 後來有做結合 所以可以想像是 土地公土地這種 之類的 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家是移到土地公去 那有些人會說你拜人家 所以拜附近的土地公 對對 試問大家在租房子的人 有在拜第七主嗎 但是我自己也習慣是 會去附近的廟裡面拜一下 租房子是不會拜的 對啊 可是住的話要拜 那我們來打電話問一下 吃大姨好了 還原一下當時的說法 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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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你記不記得 你們跟大舅舅還有媽媽 住在 那一間房子遇到的事情 媽媽說你們一直不相信 我哪有什麼不相信 我也是有聽到啊 你有聽到 你有聽到 你聽到什麼 我聽到那個 算晚盤的聲音啊 你為什麼跟媽媽說沒有聽到 對啊 他就說沒有啊 他一直講 後來想說 唉唷對喔 我是沒有看到 是你媽媽有看到 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雙人撲 他就睡外面 結果他說有一個很高大的一個人 然後頭髮好像沒有頭髮 不要講頭髮 來壓他 他就開始一直叫 要睡覺都很累了 還在那邊叫 就罵他幹什麼啊 你幹什麼東西啊 後來又說 那你最裡面 最外面啊 來壓我算了 然後來有壓你嗎 沒有啊 好像那時候想著不對 又爬起來去問大舅舅跟大舅媽 剛才你們有去廚房拿碗啊 他們就說 沒有啊 我們都在睡覺 一直都沒有過去啊 我就聽到那個腳步聲 你有聽到 所以我以為是他們 從客廳那邊 浴室嘛 開始一直走 走到那個廚房 很大聲 砰砰 然後 碗盤就開始一直翻 有一次大舅舅他們 也不會害怕啊 有一次他們可能起來去廚房 不曉得要幹嘛啊 後來想想 欸不對喔 如果是他們的話 應該有走回來房間的聲音 結果到廚房之後 翻碗盤完之後 就沒聲音了 也沒有走回來的聲音 一直躺著就在等說 是不是要進來啊 又等什麼啦 問人家說那個是爹地住啊 後來拜完就沒事了 拜完就沒事了啊 那當初是不是 那個二阿姨又來台北 二阿姨就上來台北想說太晚 他就在那邊睡啊 他說欸 喔 有人厚 他板子一直壓他 蛤 所以二阿姨也被壓 我在想說 啊那大概就是因為過人回去 又沒拜了 我就又跟他不拜 所以還要再繼續拜就對了 就沒事了 後來有聽其他祝福 說他們也有看到 蛤 蛤 什麼啦 啊對啦我就是遇過一次啊 快到七月半的時候 我在睡覺他就拉我的手 一直壓 可是我醒來就又沒事了 到底是 我自己在做夢還是在幹什麼啊 喔 後來我就又去幫他準備東西 拜一拜這樣 都沒事了 你怎麼笑得出來 你怎麼笑得出來 像你媽媽看到那個也是一樣 因為七明節又回南部去 也沒拜啊 所以拜他就來了 後來小舅舅在住也沒事吧 小舅舅去住就沒事了啊 後來我結婚之後 我去拜的時候 我都還是送金給他 還回家給他 就沒事了 像我家住 這邊也沒有爸 我本來就是信佛 我是聽那個 中立那個阿丁的人跟爸他們 他講說 那個等於住可以 把他請到那個土地公 那邊公奉 然後你們就是三不五時就去 那邊燒香拜拜就好了 反正二阿姨就講說 他住過一晚就再也不敢住就對了 小舅舅就不敢住了啦 他就嚇死 他醒來之後就沒睡了 一直等到他六點趕快回家了 喔是喔 那這樣講一講 我就覺得不是低基主耶 那是低基主沒有錯 怎麼不是低基主 你看啦跟你講話 啊我在主力鬥 啊我去鬥 啊我去鬥 那就覺得小時候 在家裡發生的事才恐怖耶 在哪裡啦 在哪裡啦 講說當初中的時候 馬都跟阿公阿 半列都會去栽甘蔗葉 以前都沒有瓦斯嘛 他說 可能沒有人不知道人家 阿公應該是會有看到 牛也有看到 那個牛齁 就開始一直奔跑 那個大舅舅說 在後面一直追一直追 阿公也是大 叫大舅舅說 你趕快走啊 趕快走啊 大舅舅在後面就趕快 跟著一直跑 哇那個甘蔗葉很大一牛車嘛 可是那個牛 相當有力氣 一直奔跑 牛想要趕快回家 那個一直奔跑的話 我們人是會奔不上耶 你知道嗎 那可能就是小時候比較有吧 阿公比較會看到 那你媽媽不是也都會看到嗎 對啊考驗了 看到就算了還一直講 對啊 那也沒什麼啊 對啊 你只要保持正心就好了 好啊 不打擾你煮綠豆湯了 OK啦 好啊 謝謝阿姨 好啊 好啊不客氣啊 拜拜 所以大家懂地基組的意思嗎 如果有的話幫我們底下留言好不好 或者是我這邊再補充一下地基組 通常是什麼 大概就這樣 其實應該也還好啦 對不對 我最好像別人都形容我 就是沒有頭髮 那個很大 那個叫誰 巨石強身 對啊巨石強身 同敵索 OK吧 但後來也就沒事啦 那個是三四十年前了吧 其實他說地基組是不能亂拜的 如果拜錯的話看要鬼 我只是比較好奇 為什麼住戶也知道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不是地基組 就是那一代他會擦在那邊 對 因為連鄰居都這麼講了 應該不是地基 應該是哥 嗯 嗯 好的 這一集的吃鬼話連篇 就差不多結束囉 就吃少妹們自己的經驗跟感想啦 等一下如果你們也有 晚上睡覺的時候發現廚房有聲音 或是有人在你的門口徘徊走 也可以歡迎分享喔 這是聖誕老公公嗎 好煩喔 吃大海說 我在等他什麼時候走回來 要不要進來 進來喔 進去幹嘛